牵着手走在大街道上 这是吴秀兰三年前不敢奢望的场景 他连翻身都不会 还一遍什么都不会 刚开始我很怕 因为我的经理自然间我的先生这样 我不懂要怎么去面对 他爆掉就是变成现在这样 2016年动脉瘤爆裂 林先生失去记忆和自理能力 经过院方提报 志工开始补助营养奶和成人尿片 加上针灸疗程 林江重新燃起希望 放射过程一片乐融融 但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 对于做医师我很抱歉 因为我的先生曾经往大夫妻 跟他吐口水 往他的身上吐口水 他的意识是很混乱的 很躁动 常常会骂人 甚至会捏人 捏得是蛮痛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 这些队馆长完全没有问题 一言气球鲁是什么 一言气球鲁是马上车 当他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跟他再继续讲了 我们就讲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接下慢慢他的情绪又那么稳定了 祝医师说 说好好 好 好啊 OK 林先生的病情日渐好转 2019年4月开始他出家门 在太太陪伴下到医疹中心复诊 以前他出门的时候 他要为安主穿成人的尿布 现在不用了 所以他只要在去之前 让他去厕所 然后接下来回来都没事了 所以一切一切这些 我们就觉得很欣慰 因为我们身为医生的话 最重要是看到病人的客人 所以让我觉得说 我真的是不害 因为有刺激发火 我真的好像这样一直在保护他 好水 好地 好身心 病苦降临 无人能预料 被爱围绕的林先生 重新站起来后 以行动回馈 太太也加入职工行列 这个转变是职工与医生们 最好的回报 待新闻真相美职工 新加坡此期基金会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医生